男生会跟某一个人 特定对象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表示他其实有点痒 还好你看我从来没有讲过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486惠客室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 她的人生真的非常有意思 非常好玩的一个 正妹一个美女 那就是什么呢 网络上非常知名的 郁姐爱 徐玉 486大哥大家好 我是徐玉 郁姐爱 是的 那么今天 首先我要先恭喜你 我们那个制作人要我 第一句话就要恭喜你 新婚愉快 谢谢 是的 最近结婚了 九个月前 九个月前 我就一直想 想是奇怪了 这个 她一直要我那个 先恭喜你再结婚 我想 这个也查不到什么时候结婚 我已经过使用期了 所以可以 最近那个蜜月期过了吗 蜜月期过了 但是蜜月没有去过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被锁在美国 然后最近才刚回到台湾不去 是的 我也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你 对 你也是之前 也是很多谈话节目啊 你也都很常去各种各样都能谈 对也是从子宫到外太空 哈哈哈 你为什么这么能谈啊 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 可能也跟大哥你刚刚讲一样 就是发生 人生发生过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在年龄比较早的时候 我发生那些事情可能很多人 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也都发生过 是 可是因为我可能刚好比较提前 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发生了 所以刚好就比较多了 好可以跟大家聊 嗯哼 你以前好像也是写部落格 对 写部落格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2012年那个时候我在一间 外商公司上班 然后每天过着很无聊的日子 我那时候一天可以写两篇 哇他真的很强耶 对 我以为要说那个真的 那个公司真的好无聊 不要这么说 是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写部落格 你就 你就 刚开始写应该也是就是 纯粹只是想写一些什么 那时候我每天都觉得说 只要有100个 click 我就觉得好开心哦 然后觉得很有共鸣 对 那后来是一直到2014年 因为我发生一个感情叠了一大脚 我想 大哥待会可能会问 我自己先招供啦 有啊 这个 这个一定有的 2014年那个时候 因为我在这段时间就累积了很多作品 那不只是两性的 也写了很多其他什么美食啊 还帮什么新东洋写过食谱哦 哇塞 真的假的 你是真的会煮还是假的会煮啊 假的 我很会摆盘啦 嗯 这 你的强项其实是摆盘 是美感 是美感 美感也是一种技术啊 肯定是 对对对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些 有很多内容 所以后来2014年我写了一些文章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一篇爆红 那个时候好像一个月是55万还是60万的流量 哇那真的很了不起 现在部落格可能没有这个光级 是是是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出版社找我出书 所以才开始 所以开始 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些节目就邀请你 对啊 就去聊啊 什么哇哇哇啦 哇哇哇啦 命运好好玩 男生行不行 这一类 他们都是蛮照顾我的节目 是 命运好好玩很厉害 好长寿哦 他们很强啊 对 对 这样好好玩这样玩了那么久 对 OK 听说你小时候其实 家庭生活也比较不是很愉快 对 很多人看到我觉得说好像家境很好 但其实不是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你家境很好 是因为你很会穿衣服吗 应该是 我最讨厌穿那个破裤子的 你知道 在我公司我有规定 为什么 不能穿破裤子 我就觉得我就不喜欢破破的嘛 可是你知道腿型不好看的女生 或是腿型要修饰的女生 她有一个破的点 会让她 别人的眼睛看不到她的缺点 她就看到那个洞这样子 就看到那个洞啊 所以你会转移视觉的焦点 是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你家境很好 但其实不然 对 因为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高中跟我好朋友 那我们两个一起出去吃自助餐 不管我们都拿一样的 我们是拿一模一样 我就是可以比别人贵个十几二十块 那我就觉得很不公平啊 那可能是因为我头发长长 然后动作比较 然后人家说比较优秀 所以就感觉好像是家境比较好 但其实完全不是 你是屏东人 我屏东人 然后我妈妈是公务人员 不过他们因为房贷啊 然后一些经济上的压力 所以其实这个是说来话长 那他等一下就被剪掉 不会不会 所以我也经历过住在铁皮屋 然后住在那种集体的房子里面 没有 一个家里没有厕所那种时候 然后可是因为我在学校 非常的风云人物 所以那个落差是非常大的 我每次回到那个家 我就要躲躲藏藏 不要让人家看到我回到哪里去 所以我也有经历过那样的时候 不过后来就到了大学之后 我开始自己工作啊打工 然后我在很多地方都打过工 比方说咖啡店啊 或是我也去当过牙科的助理 去洗那个片子 或是去帮大家就是搅拌那个磨等等的 就做过这些事情 然后也去当过家教 所以我想其实跟外表去猜测我的背景 会有点不太一样 你有兄弟姊妹吗 我自己的爸爸跟妈妈没有 但是我爸爸他后来娶的太太 他们有两个我有两个弟弟 同什么义什么的 同父义母 他也很优秀 现在有联络吗 有联络耶 我爸爸还蛮认真在 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姐弟关系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现在事业也还算蛮成功的 所以他就跟我说 那个女儿啊我想要说出一笔钱 让你带着弟弟 你们三个人就你们三个人 我也不跟你们三个人去欧洲玩一趟 就去旅行 对然后你带着他们去 然后培养一些姐弟之间的感情 我想我现在可以了解爸爸的心情 他也是很想弥补 这十几二十年来他都没有在我身边 那可是他又希望说 等到老人家如果有一天老了走了 我们还是感觉说自己是有兄弟姊妹的 所以你会恨你爸妈 以前会觉得说 或者是这么说你会恨你妈妈 我觉得原生家庭 有真的是大家都会有很多心结啦 就比方说你可能没有照着你期待的那种 被抚养长大的方式 被抚养长大 就是一般正常人的那种方式 对啊像我就很羡慕说 有些人的爸妈他们是教授啊 或者有些人爸妈是什么 或一个朋友他可能爸爸妈妈是大把关 你就会觉得说那从小被培养 那大把关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啊 那感觉好像每天都被审判 那你给我去写功课 你给我乱丢 那压力不是很大 想象别人家都是开心的啦 是 你就会觉得说人家家里就是大家闺秀 可能你很早就琴棋书画 或是说可以见识很广 然后可能大学的时候你就可能已经有资源 可以出国念书 比如讲出来的英文很漂亮 可是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一步一步都是要靠自己去赚钱 然后去努力 所以难免会羡慕啦 所以现在跟你爸爸关系算是还不错了 我跟我爸呢 我妈妈是公务人员 我爸是生意人 是非常典型的公务员跟生意人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两个其实很难 我觉得他们会结婚那是一个奇怪的意外 子妇为婚吗 也不是啊 没说之言 没有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 而且他们还是自有恋爱啊 他们自有恋爱啊 那两个 没有啦 生意人就很会去家里面 所以他那时候追一个公务员性格的女孩子 很容易追到啦 可是后来你追到了之后很难在一起 因为我们比方说像我也喜欢做生意 你也喜欢做生意 你就知道说你需要一个旁边有人跟你讨论 然后不会一直跟你讲说 你这个很危险 你那个不要去冒险 你这个你现在花一分钱 他就希望你立刻赚五分回来 这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说其实如果两个个性不一样的 其实要在一起有点困难 因你现在回头再去看你爸跟你妈妈当年的这样子 我觉得离婚是他们做最正确的决定 是 因为他们后来再找到的各自找到的对象就是 我爸爸找到一个非常愿意陪他做生意的女性 然后他还帮他记账 那我妈妈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在一起 一辈子三十年都当公务员员的男性 我觉得这非常好 是 但是我是说我跟我爸我现在跟他关系比较好 原因是因为我可以跟他讨论一些做生意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我在跟我妈妈讨论 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获得的 但我妈妈给我很大安全感 那我爸爸他会给我很多做生意的美美嘎嘎的一些 比方说怎么样去跟政府机关打交道 怎么去找到一个企业的key man 那你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等等的 所以我这样讲不晓得是不是你内心的那个 所以你会不会很渴望有一个就是说 以后自己的婚姻绝对不能说 跟着以前爸爸妈妈那个失败的那个 每个人应该都会这样想 但是结果还是跟着他们就失败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爱不对人吗 还是说两个人都不错 但是就是真的不适合生活在一起 对 其实我的眼光没有很差 我交往过的对象或是 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交男朋友了吗 高中大学啦 有点难区分耶 就是高中也有大学也有这样子 有很多那种 比方说高中的时候你就是纯纯的 人家陪你就是走路走回家的那种 算不算一个 算吧 真的算吗 那为什么不算 我跟你讲男生都会算 女生都不会算 真的吗 真的 我跟你讲男生 哇塞 以后不要光在那边走路 手就把他牵过来知道吗 牵手算不算 你的手被他牵了 这样算吗 我觉得女生心里觉得算 就是说这个男生后来也发展得不错 然后让他讲出来说这个算一个 不会很丢脸 那个叫做一个 那这差好多 所以女生讲出来数字你要乘以2 男生讲出来数字你要乘以2 是是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在大学高中 就是也是有男朋友的交往 就是会有男生陪你走回家 对 一堆部队长 我好紧张 一堆人陪着你一起走回家 我说事情我老公都不知道 我今天居然在这里爆料 希望他没有看到这一集 不会啦 看到也无所谓啦 对不对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就是维持爱情 或者是应该要避免哪一些东西 我现在都会跟女生讲说 你没有31岁以前真的不要去结婚 我觉得好多家长都会在你20几岁的时候 就叫女儿去结婚啦 就说30岁你可能卵子就不新鲜了啦 然后或是说就太老了没有人要 可是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排程 比方说你看你可能24岁 你研究所才毕业 然后你出去工作 你没有五六年 然后晃一晃换几个工作 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 然后你到一个职场里面呢 当你开始要晋升了 变成小主管 什么资深啊 副理啊等等 你都已经要30出头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你到底欣赏跟崇拜的对象 是哪一种 然后哪一些男生 他是对你真正的人生啊 或是职场上 你的视野上是你会尊敬他很久的 或是说他可以陪你一辈子 有些男生很好 可是他好 就是好在他可以当朋友 或哥哥或弟弟 可是有一些男生他是 你真的人生当中很缺乏 他身上有的特质是你很缺乏 这是我后来嫁给我现在先生的原因 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特质是 我觉得我这辈子永远学不会 而且我也不想学会 就交给他就可以了 真的 囤健啊 他经由做的啦 经由做的啦 经由做的 因为像我是那种 我很喜欢赚钱 可是我没有办法 准时的去类似交账单 或是去跟政府机关 就是做一些行政书屋类的事情 那他就非常喜欢交账单 那你找个秘书就好了啊 我后来也是啊 人家那时候跟我讲 你就跟7-11的店员交往就好了 他每天帮你交账单 不只是那样啦 他就是很会做 比方说他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 你就会心里想说 哇第一次去女生家应该很浪漫 结果没有啊 他去我们家用厕所的时候 他就说 欸你的厕所门会叫 他说你有没有那个齿轮油 我说谁家会有齿轮油 然后他就说那橄榄油也可以 然后我就给他橄榄油 然后他就稍微一滴 我所有的门的那个门栓 他就全部检查一遍 就不会叫了 是很好啊 对啊 但他就是很会做 因为他以前是念机械的 或者机械研究所 或者什么之类 他很喜欢动手做东西 然后后来你才发现说 原来你跟他去野外的时候 他也很会钓鱼 去野外的时候 他会看行星去变方位 那往这边走 他往这边走 他不是啊 Google Map 明明是往这边 不 真的是往这边 然后证实 Google Map 是错的 他很厉害 他常常会跟 Google Map 吵架 是 没错 那时候你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我就觉得 他就擄惑你的心了 对啊 是不是也很简单 所以这个以后去谁家 就自己带感染椅 那帮人家滴两滴 对不对 那弄一弄 这样子爱情被你讲起来 好像都发生了有点 我觉得好廉价喔 真的是一点都不浪漫 而且实在说 我不觉得你先生强到哪 你知道我太太是什么人吗 讲了你会吓死 她是水电工的女儿 所以我在家里 我这二十年来呢 我所有的那个技能各方 我都完全退化 变成一个小宝宝 可是是因为你的个性跟我比较像 所以你看我们就会找一个能够 动手做的人啊 是 像有一天我家那个浴缸 那个手把嘛 我喜欢泡澡 那泡澡 安全前旁边有个手扶的嘛 有一天就扶着扶着 它就松脱了 然后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就看它怎么办 怎么办 松脱了 然后我太太就 哎呀 然后就弄弄弄弄弄 就弄了一些零件 就弄好了 我就觉得好强喔 对 那我觉得好像我是女生 那女生不为这些觉得好像还好 那你要扣 因为我脸皮是要厚一点 扣太太来等救你 我也觉得说我太太很强 所以我都常夸奖她 不过我觉得夫妻两个 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 一个动脑一个动手 这样搭配的还蛮好 那大家一定抢谁要当动脑的人啊 不不一定喔 动脑其实压力还蛮大 而且很累 看到没有 所以其实啊 你们不要觉得说像我们这样 娶到那个水电工的女儿在家里 我们动脑 我们是很辛苦的 对不对 对 我们认识也很久 我们是因为是远距离 所以时间整个拉非常的久 就慢慢认识对方 然后也没有一下子就绑住对方 说什么哦 你爱我爱你 没有 海誓山盟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她年纪比我大概十岁 所以我们大家也都没有在急 不急 然后就是慢慢的认识 看看是不是 呃 真的很适合 所以她那时候 她知道你是谁吗 她 她知道你在台湾是谁吗 我们是在 呃 国外的交友软体上认识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在上节目 我不能上国内的交友软体嘛 所以我就用了国外的 然后我原本期待是一个看不懂中文的 所以也不要知道我在GQ上面写什么 我觉得害羞 所以她后来她知道你到底是谁吗 她知道啊她知道啊 她知道她如果欺负你会被多少人揍呢这样 我觉得她没有觉得我是什么 我也曾经一度好像是什么 男性的梦中情人吧 大概几年前啊 你干嘛这样子 现在也是啦 现在已经不能这样讲 但她没有她没有这么觉得 反正她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女生 对啊 所以就很愉快 那所以你这样结婚 你应该现在你的人应该在美国啊 你跑回来 你怎么跑来台湾 因为新书嘛 要宣传 所以你就特地飞回来 对对对对 隔离了15天 刚好就回来 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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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14天关在房间里头 不能出去吧对不对 我就可以做Podcast 我本来Podcast是一个礼拜更新一次到两次 所以在那个里面就天天在更新 所以搞得我现在就每天更新 是 对 然后你就不能出那么访问对不对 不可以啊 真的会闷死人耶 我觉得以你的个性来讲的话 你已经死了八次了吧 还好那个时候就是找到 黄魂 你现在是谁 我丹妮表姐 没有啦 我那个时候就找到说 那我要去充我Podcast的排行榜 我就找到一个目标 所以我就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 然后还剪了一支YouTube影片 然后又写了几个专栏 所以在里面其实也忙得不亦乐乎 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 你现在是不是故意想要隔离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你之前就是比较有点像两性的这种专家 感情啊什么的 你觉得现代人的爱情要维持 是一件困难的事吗 就婚姻 其实我觉得被当成两性专家 还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也不过就是离婚过一次就变两性专家 那这就很厉害了啦 我自己 说这样这就很厉害 我自己是没有觉得我是专家 但是因为观察力比较细微 然后你身边发生一大堆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在那些观察当中 我就发现说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还有我自己归纳出来的一些事情 比方说男生开始讲什么话的时候表示 就是有点鬼 因为老是说男生也没有很有创意 通常你一开始 差不多到38至40岁的时候 他开始跟你讲说 我们家就是因为有小孩之后有点平淡 然后太太最近都比较爱小孩不爱我 男生会跟某一个人 特定对象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表示他其实有一点痒这样 就是他有一点 还好你看我从来没有讲过 好险 所以我其实你知道 我觉得今天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可怕 有点热是不是 是 我觉得很可怕 那再来例如呢 因为我真的就是一直会听到很多类似的话 然后起手式都差不多 所以后来我现在再看到女网友跟我讲说 她跟我讲说她会离婚 但是要等到小孩念大学 然后她就会跟她太太提 所以她小孩几岁 她说小孩国小 我说你从国小拿到大学 这真爱耶 是 真夸张 对 所以就是会很多 我觉得都是一直重复的事情 以至于说 我们就会把它归纳起来 然后去跟大家分享说 不要再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了 是 我忽然拿出来一本书 在家工作 你为什么会写这一本啊 如果是去年的话 你会想说你会写出这本书吗 其实这一本书它虽然是在疫情的时候很适合拿出来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的脑筋动得很快 因为现在working from home 或者work from home 它其实很流行 可是事实上我因为在家工作已经六七年了 然后我跟486大哥不太一样 我一直都是非常小的规模 就是一个人或两三个员工就这样子 那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女生可能 我也不是真的很有事业心 我基本上希望我能够维持我自己开心 然后可以到处旅游 然后我也不想管太多营运成本 因为我觉得管理人是很烦的事情 真的管自己人的烦死了 还有我觉得486大哥 你竟然可以带员工到处去旅行 今天我先生我要出门之前 他就问我说 你要去录什么 我说录那个486大哥的影片 他说486大哥是哪一个 我说就是会带他员工出去旅游 然后很大手笔那一个 他说我知道是哪一个 原来 我是依靠这个东西 那对员工超好的 我没有办法对员工这么好 所以我就维持一两个就可以了 那你当初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 想要写这一本 是因为出版社先来找你 还是你有这个概念 我一直这么做很久了 可是一直没有想到要把它写一本书 再加工作 对那可是我后来出版社来找我 我就说你要不要谈一下这件事情 因为你感觉好像活得还挺好的 挺活得挺滋润的 是不是美国食物非常滋润 好总之 我就一直在想 因为现在很多人 所以你在美国都吃 对我先看一下 那你在美国都吃美国猪吗 你是真的真的要问喔 不要这样 你在美国吃美国猪肉吗 没有美国猪真的很难吃 是不是 大家不要怕 是不是 超水的 对而且味道真的是 臭臭的 他们不太会处理猪肉我觉得 他们很难 那没办法处理 当然再提外话 好我们再回到你的新书 在家吃猪 对因为我以前也当过作者嘛 我也打过书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谈一下 这本书非常的精彩 你知道为什么精彩 精彩在哪里你知道吗 来 许玉你跟大家说 你好会喔 精彩在呢 我们可以在家里 就从月收入五万到 我们曾经拿过到月收入百万 可是四八路大哥在 他前面这样讲 我觉得蛮汗颜的 就是人家想说 你不要跟我比 百万不就是我这个 手里面的一点 那个屑屑而已吗 你干嘛 你干嘛拿来跟我比 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不对 你这样害我很尴尬 其实 我觉得月收入多少钱 不是重点 那不是重点 真的 我这样讲会不会 好机车喔 就像女生长得很漂亮 她就说我觉得美貌不是重点 是一样 大死吧 我觉得啦 是这样就是说 很多年轻人很希望 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人都想做个人品牌 很多人都不想上班 因为你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去上班 老实说他没有什么位置晋升 因为都被卡光了 那然后我们新的企业又这么少 要不就是要自己去创一个新创 或是做自己的 所以我想 在这本书里面 可以教大家说 你如果真的要做一个个人的品牌 或是在家工作 你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心理准备 比方说我现在让大家知道一些趋势 比方说国外 比方说像Wordplace 或是为什么Twitter 他们可以做到百分之百 员工在家工作 那讲完这些趋势之后呢 我就会跟你讲说 那我是怎么样 让我自己可以 本来真的穷到要吃土 因为我以前在当上班族的时候 我其实很早就年收入百万 然后那个时候 已经指的那个很无聊 然后美商的那个年代 不是不是不是 是后来在一个本土的很大的企业 是是 然后那个时候又在兼做一些 部落格的工作 建议一些业配 其实很快就百万了 是是 年收入百万 那那个时候 当然啦 难道你是说月收入百万 我后来有啊 我后来有 那真的太 太让人生气了 大家都比总经理还要多了 是 那我那个时候就 就是当上班族当的还不错 那就后来就被人家就是说 那要不要来当作者 那因为那个刚刚讲说 那时候感情跌交嘛 就觉得就是 丧失求生意志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好那我就 我就离开公司 可是离开公司之后呢 你就发现当个畅销作家 其实很穷啊 因为你那一本书280 我们才拿28块耶 超级穷的 然后所以你就发现说 原来你就算是畅销作家 你也养不活自己 就算接几个通告 就是通告现在也是 不是欠很多嘛 所以也养不活自己 那你怎么办呢 我那个时候 因为真的太不想要回去办公室上班 所以我就开始想说 那我就拍影片 然后我就怎么样去 自己跟客户提案 然后我还接了政府的案子 我去发一大堆部落客 因为我认识一堆部落客嘛 所以我就说 我去包他的行销案 然后我去发给一大堆部落客 好聪明喔 对所以我 然后我还去 借利死利 对然后我还去一个 外商的科技公司提案 然后我还把人家的那个 公关案子标到手 标到手之后才发现说 他唯一人公司做不了那种案子 因为那案子太大 我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就标完了 我不要做 因为我怕我一做我就倒了 我为了他的那个 去请几个员工 我会倒掉的 所以我说不好意思 虽然我得到这个 这个 然后我就 我就不想去做这样 所以就有一大堆很光怪的 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啊 哇塞 他很大 那个都是男生吧 他 是女生 里面蛮多女生的评审 对对对 非常大 那我就不能说说 因为你的美貌 而影响了分数了 不是不是不是 好然后接着呢 对然后后来呢 就开始慢慢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好穷 我穷到买不起相机 我没有办法 我做访谈 可是我没有相机 然后那时候手机画质也不好 你知道我后来怎么样 我有一台Mac Mac不是有个前置镜头吗 嗯 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样很丢脸 因为我那时候 只想要活下去 所以我没有去顾虑到丢脸的事 我就抱着一台Mac 然后比方说我今天说 啊那个十八六大哥 你可不可以跟我访谈 然后你就看到我一个人 然后我什么工作人员都没带 然后就带了一台Mac 然后反开Mac 我就说好 我们就坐在 我们就坐在这个冰桃前面 对然后你一边录 你还可以一边看到 我们两个在讲话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那个画质其实还是糊糊的 可是还发现那时候大家都不是很介意 我做了几次之后呢 就开始有人问我说 那你愿不愿意就是做置入啊 或是调一些特定的 比方说医药类型或什么的主持 真的喔 就有人这么厉害 就马上来找你了 对所以我后来开始收入就 从来没有人来找我 真的吗 真的 应该都是 不过老实说啦 其实是有啦 只是我自己本身比较 因为我知道未来的路 我一定会开公司 所以我就没有在做置入这件事情 可能刚好跟那个时候 但是你真的好强喔 但是你真的好强喔 那时候是民国 19几年 那个时候应该是2010 那20了喔 对不起 我不小心都透露 透露所有的年纪 我都19几年 你是20几年 19几年 我还是上国中还是高中 我们这个 好 20几 2016吧 2011喔 其实也是有前段时间 前段时间 因为我其实出道也差不多 就是六年左右的事情这样 然后在2016年开始 我的收入就变得 就这样 就往上 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很疯耶 因为我为了要 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其实每天早上 我夏天是五点起床 清晨五点 那我也是耶 冬天是六点 我还是五点 真的啊 你好厉害喔 可是你那是年纪的关系吧 我是从小好不好 好可恶喔 这个书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 我老师跟他们讲 这家工作系的好书 240几页看起来很多 对不对 我好爆料 我有7万字 你看 你看他们这个 上下 你看留那么多 这个如果是我以前的书 大概只有160页 我跟你讲 重点是在金不再多 对 你要教怎么样月收入500万 一定要看一下 好啦 好啦再继续 所以2016 我们要看2016 转的好远 我们回姐姐 2016 2016 2016 等一下后来收入真的就开始往上升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开窍的感觉 是 就是以前你就会等着说别人来找你 然后后来你就发现说 喔 原来我可以去找钱出来 然后我可以去提案 我可以自己写自己的什么sales key proposal 然后我去跟人家说 我可以怎么跟你配合 你不要再等了 因为你在等你其实就是上班族的心态 你根本没有跳出来变成一个 自己是自己的sales 然后我那个时候才想说 你就主动出击了 因为你知道我后来才理解一句话 什么叫做你不饿你就不会去追 业务一定要饿 那我就是我自己的业务的时候 我如果不是说饿到我真的 我真的那个时候只剩十几万块 我就是要回公司去上班了 然后我如果不是饿到那个程度 我绝对不会拉下我的脸 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其实很脸皮很薄的人 然后我其实也蛮喜悔 我这样一直讲 我说我是内向型 圣哥你是不是不会相信 不不不不 我相信我信 哥怎么会不信 来自己说 我其实是那种脸皮很薄 我连跟我自己父母都不会开口要钱 有够薄了 真的啦 然后我觉得那真的是因为恶到 然后你被压到 你被钱压到 因为我还要付房贷 然后我还要养狗什么的 对所以我其实只剩十几万真的很恐怖 然后我就 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去做 那到现在我后来 其实真的就在一个很不错的状况 然后知名度也都起来 那现在是可能脸书那边 我觉得很多人开始慢慢的 没有那么喜欢用脸书了 所以开始又转到什么YouTube 又转到Podcast 所以后来你也会去每一个平台都去玩一玩 去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平台 所以我现在就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做Podcast 然后也到处去跟这个广告公司 或是一些客户做教育训练 就是说你要怎么使用Podcast 来做你的平台行销 对 刚刚徐玉琦他讲到一个重点 他说你如果肚子没有饿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不会主动出节去寻找下一层 我常常以前我在演讲 你是不是有偷听到我的演讲 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从小到大 我就是一批饥饿的狼 哦 你说的是业务的方面还是感情的方面 就是我在生活生活的方面 对经济的方面 还有我不知道要怎么解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它的意思都差不多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到一个 没有退无可退的一个退路的时候 你不会激发你很多的一个钱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人家很多业务说 为什么我的底薪这么少 甚至没有底薪 我想你要是底薪给你三万羊的宝宝 你什么业绩都抓不出来 是 那今天假如说啊 一个四十岁的人呢 对不对 然后他想要自己要来 创立自己个人的品牌啊 想要自己来经营自己的事业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很中肯实际的建议 我觉得这是最近真的很常发生的事情 因为现在有很多企业 他其实对四十岁以上的人非常不友善 甚至有非常多科技公司 他们其实是 他们没有名文 可是当你在录 在他们的HLR在用人的时候 你只要超过三十岁 他是不用的 他就是用二十几岁的人 你这样讲他们 我通通是压力都很大耶 因为你已经把他们 你已经把他们换养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是你的计谋 那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四十几岁 然后如果他其实很优秀 他又已经当了什么总 然后什么总监 director 他要再去卡一个 其他位置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其实其他人也都被卡死了 那个位置比较少嘛 所以现在我其实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 大概四十几岁 他们都很想要建立个人品牌 那我真的要鼓励你们 因为其实是你就开始去做 四十几岁的人呢 最第一件事情 他会想要做得太完美 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很完美 他才可以照那个程度 那你不要去想那么多 你就开始做 你想写文章开始写 你想录YouTube开始录 你想录Podcast开始录 那第二个事情是 你不要去管说 现在小朋友喜欢听干话啦 或者喜欢听一些幽默的梗 不要 因为你的真的价值是在于 你的头脑里有东西 你的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们一些 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或是真的有用的事情 你就好好的去讲 好好的去陈述 那第三件事情呢 我觉得你得失心不要太重 然后包袱不要太大 可是你那时候讲说 你那时候一百个人 看你的那个部落格 你就很开心了 对但是那是开心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 他们可能 比方说他可能尝试一个月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朋友就说 哎呦你怎么 比方说就说 哎呦486你怎么 开始在做YouTube 然后什么 你以为你是名人 他们有时候心里会 没有办法突破那个坎 就是说他既是 他觉得他是素人 内心觉得他是素人 可是他又想要变成 做个人品牌一定是要 就是人家要认识你 当然 如果人家不认识你 哪叫一个品牌 那所以他在那个中间的 过渡期的时候 他很怕被人家指指点点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时候 你如果要拍东西 拿摄影机 你就一定要接受摄影机 一直在你的旁边 你去哪里 或是你在做什么时候 你这个摄影机 就会一直录你 你要尺力要够 就是你不要觉得很丢脸 然后觉得自己 这个人老朱皇没什么好看的 不要这样 就是要有一些自信 所以我觉得这些 心理准备都有了之后呢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出 很不错的成果这样 这确实是 其实 像那个学艺他算是 当然跟我比 他算是比较 比较后期的 对 我在1998年就开始在写东西了 我还没有大学毕业呢 很老吧 很老 所以那时候走在路上 看到我的身体 这个大叔 哇塞 文笔这么好 这么有风采 那个人可能就是我了 谢谢 那么 当然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觉得 刚刚徐玉讲的一点很对 就是说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或者说你非得希望说 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一个程度 但有一个重点是这样子 如果你今天永远都不做 那你的成绩就是零 对 对 那你去试试看嘛 我觉得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 都去尝试看看 往往搞不好会有一些什么 不一样的一些收获 或者一些想法 今天非常地感谢那个徐玉 尤其这一本书 我其实这本书 我觉得最好 就是这个最可爱 就是他的这个照片 所以刚刚这个书封掉了 这像写真集在买是不是 对 这样有点照片太少了 对 这照片真的太少 我把书 我把书名露出来 好啊 再加工作啊 那如果各位有喜欢的话 金石塘网络买得到吗 可以可以 伯克莱买得到吗 买得到 然后电子书也有 你在海外的话 PC Home跟伯克莱 都可以透过他的国际运送 现在国际运送很便宜 真的 差不多就两三百块 哇 两三百块这一本书才280 可是比你想像中 大概一千多块还要便宜很多 是啦 确实是比你什么在我们那边 486团购 买一个什么扫地机 买一个什么便宜太多了 最后一点 在安妮之前我想 可以买扫地机 你怎么看我们486团购啊 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买过 然后他们就想说 他们还会分享说 之前是什么扫地机器的人 还有LG的什么东西 你看我以前也是部落客 以前是写部落格 我觉得你最让我非常尊敬的部分 多讲一点 这个继续录 多讲一点 忽然精神来了 你很快就在社群上面 然后很认真的在经营的社群 然后用非常多 比方不管是团购啦 或是影片啦 其实你跑得真的是非常快 然后那个时候 我其实也是觉得很厉害就是说 以品牌养品牌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都Leverage 所有的不同产品的啊 还有你自己个人的 然后帮助你自己的社群的人 有得到好康 然后也帮助品牌 他得到他的销量 然后甚至也让更多的产品 他可以有机会有一个空间 那比方说现在什么 开箱与好物的这些社团等等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有很多可以值得学习 我刚刚讲你这本书讲了那么久 你讲我才讲三言两语而已 我们要等比例 我们要等比例好吗 我可以开一个节目 请你来讲吧 今天其实我觉得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啦 那么其实在这个 我们这个圈子当中 我很早很早就知道 那个玉姐爱 这个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 今天来也真的聊得 蛮开心的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 我们在打这本新书 但事实上呢 我觉得今天 徐宇也是把他很多人生的一个故事 浓缩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之内 人生都需要有一个智慧 如果你本身没有智慧 那怎么办 多看186先生的粉丝团 还有我的书 我都做球 对啊 我当然要先想你 她真的是一个有礼貌乖巧的小女孩 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那非常谢谢玉姐爱 那么如果喜欢她 喜欢她这个人 我觉得她这本书真的非常好 她后面写了一句话 让专业能力来说话 不要再用那个 不再为人际关系屈膝 哇这就讲得真好耶 两百多块钱其实真的不贵 那我其实到现在为止 还是非常的喜欢看书 我每个月花在书 我买的书大概都有超过十本 而且我是从很小的时候 一直看书一直看书 所以今天呢 这本好书 我们真诚的推荐给各位 486系列YouTube频道正式上线咯 听特别来宾的精彩人生故事 486惠特市 带你吃遍全台湾的美食 吃遍全台湾 请听民众最真实的想法 486街头全民调 超闹超欢乐 你绝对不能错过的超有张力 一个台南女孩北漂打拼的故事 李赫哇喜陈立明 充满新奇热门好物开箱的 486系列之好物开箱秀 在486看见有故事的人 About us 立即按赞订阅分享486成狗 天天都有新故事 带你跨越不同世界